不再让你孤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e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其实很多人知不知道多少岁开始流失骨骗疏松 原来30岁后就开始骨骗流失 很多人折骨跌断 为什么这么容易撞一撞自己骨骗疏松 其实从30岁开始你的骨骗就慢慢走下坡 所以不趁年轻时存有好的骨本 年纪渐大骨骗就慢慢流失 当流失到一个程度的话 不但腰酸骨痛更加担心折骨的情况 长者我很怕的 因为我不是和我妈妈住的 但是我千叮万足叫做工人千万不要跌倒 因为如果老人家一跌倒 他失去了活动能力的话 非常非常之不好 所以大家老友记 你走街、走路、看楼梯 小心点 我们现在又说一下 随着年龄增加 人体是肌肉强度 骨骗的密度是逐渐下降的 但事实上日常生活之中 一些不知不觉的习惯 正是加速了骨骗流失 令到肌肉加强降低的缘胸 所以我们赶快去改变这些坏习惯 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了 因为骨骗疏疏是全球第二最重要的流行病 根据一些医疗高层 他说骨骗疏疏症在65岁以上的老人 是常见万性疾病的第四位 不要说这些数字了 我们现在 我尽可能不说这些数字 数字听到别人都没什么兴趣 好了 这里说 人体的骨骗疏 大约在20至30岁是达到最高峰的 但是在30岁之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骨骗疏是逐渐减少的 每年的骨骗疏流失大约是0.5-1% 而50岁开始骨骗疏流失更加加快 每年流失大约是1-3% 尤其是女性的骨骗疏流失的速度 比男性更加快 骨骗疏疏症的年纪 更加比男性提早10岁 对于骨头来说 骨的细胞需要性腺激素滋养 才能够维持正常的骨骗疏流失 或者建构平衡 因为女性在停经之后 体内女性的荷尔蒙急剧地减少 蝕骨细胞活性大幅增加 骨骗疏流失的速度就会加快 每年的骨骗疏流失是2-3% 但是骨骗疏和肌肉量的多少是互相关联的 根据外国的研究发现 男性骨骗疏疏症的风险比一般人高三倍 而女性更加高12.9倍 骨骗疏疏症为骨头的力量下降 表示骨头的密度和品质不好 可能令骨骗疏的风险上升 骨骗疏症为骨骗疏的质量流失 以及力量和功能性下降 臨床上的经验 骨骗疏疏症的常患者同时也患有骨骗疏症 医师说负重运动的阻力性 冲击性的动作 像肌肉训练可以刺激骨细胞活动 提升做骨细胞活性 增加骨质紧密密度 同时减缓虧骨细胞作用 降低骨质流失 因此有运动习惯的人 肌肉量比较多 可以减少骨质流失 但是建议年轻的时候要多做运动 保持身体存有更多骨本 臨床上也觉得骨质疏症分为原发性和续发性 原发性的骨质疏症为停经之后骨质流疏症 和老年性的骨质疏症 OK 然后 老化之后最直接影响骨质疏症的危险 因此 做骨细胞功能衰退 骨质流失的速度加快 根据医疗统计 60岁以上的人口16%患有骨质疏症 而其中80%都是女性 如果女性患骨质疏症的原因 包括了女性的骨质原本比男性差 女性停经后骨质速度加快 停经25年后 将近有半数的妇女有骨质疏症 以及女性比男性长寿 受骨质疏症的影响更严重 逐发性的骨质疏症 就是因为其他疾病 可能是长期食药 导致骨质疏症的所致 例如甲状腺低 副甲状腺的机能抗进 副甲状腺異常 性腺机能低下 或者内风湿关节炎 肾脏疾病 肝脏病 糖尿病 气喘骨折 长度吸收不良 还有壮气移植 以及长期服用类固醇 激酸剂 接受可尔蒙治疗 那种癌症病患 都是属于这一类 体型小小 或者体型过轻 长时间 癌症 或者维他命D 摄取不足的人 以及吸烟 喝酒 缺乏运动的人 亦容易患上骨质疏症 比如说如果父母曾经发生过骨折 尤其是宽骨骨折 令到骨质疏症的风险更加提高了 曾经发生过骨质疏症骨折的病人 发生第二次骨折的机率 亦都是比起从来未试过骨折的人高两倍 骨质疏症是沉默的疾病 多数病患都是因为发生骨折引起的剧痛 就医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自己骨质疏症 临床的经验告诉我们 有些中高龄的长者只要轻轻跌一下 或者突然之间过力用太猛力 好像弯腰执轻、搬运物品 造成骨折大部分主要原因都是骨质疏症 医师强调骨质疏症是慢性但长期的变化 初期不一定有症状 大多数没有明显的症状 仅有三分之一的病患者出现相关症状 可能只出现外观的变化 例如身高变矮、驼背等等 一般人平时不会察觉到 大多不以为意 以为自己是老化的现象 但事实上当骨质疏症症 可能造成压迫性的折骨 出现了身高变矮或驼背 或是合併骨头变形 便容易发生腰症骨痛 坐下或坐下之后不容易重新的现象 骨质疏症性的警号 如果出现了身高低于年轻时超过三公分以上 就是叫老倒缩的现象 长和枕头的距离超过三公分 以及腹腰和辣骨的距离小过两公分 就容易跌倒 以及你可能有骨质疏症的迹象 我们看看六大骨质疏症的坏习惯 有什么坏习惯是加快骨质疏症的形成 譬如没有运动的人 如果在生活中缺少活动 经常不会走路、走山 或缺少拿重东西的运动 当骨头长时间缺少刺激的话 是容易导致骨细胞減缓骨头的生成作用 亦令到舌骨细胞加速破坏的作用 就会造成骨质疏症的加速 增加骨质疏症的风险 容易令肌肉萎缩 增加肌小症的风险 而且没有运动的人 容易有个重肥胖的问题 也会增加骨头关节的负担 相对比起那些体胃正常的人 就更加高风险有骨质疏症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饮食不均匀 经常饮食和体重过轻的人 通常容易饮食不均匀 营养不良 或者缺乏足够的营养素 尤其是钙质的摄取不够 骨头就会释放出钙质 以平衡回正常的血钙的浓度 如果长期缺乏钙质的话 骨头之中的钙就会被抽空了 有出就没有进入 所以要补回钙质 严重的会造成骨质疏症和骨折 尤其是有吃习惯的女性 就是减肥那些 更加有减少分泌的女性的荷尔蒙 加速骨质疏症 即骨质的流失 容易造成骨质含量变少 肌耐力减低 增加骨质疏症的发生率 还有整天都不晒太阳的 很怕晒太阳 怕有斑 很多女人因为怕晒太阳 遇到太阳 就拿一把遮掩 戴上帽子 全身都塗太阳油 我以前很夸张的郭泰国同事 连室内在家里 酒店房和他聊天 他都要找一块酒筋遮着面 他怕那些光管 或者灯膽那些 射到他的臉 他真的很白 但他年纪大了 他仍然用粉底 塗到臉 好像麻雀白板 曾经有人被他嚇过 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角落出现 另外被他嚇到 那人以为一见发财 很不自然 好了 继续说完 他说 如果你经常都不晒太阳 你会令皮肤少了 紫外线照射 容易缺乏了 维他命D3 不容易留得住 钙质 骨质疏松 也会加快 建议 只需手背 你用的手背也可以 每日 令手背 每日曬太阳 15至20分钟 令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不想晒个面 至少你伸手 在窗边 太阳晒一晒 吸收15至20分钟的阳光 让自己身体里 产生维他命D3 可以解决骨质疏松 即是减缓的问题 还有个量喝茶或者咖啡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 喝茶和咖啡会造成骨质疏松症 但是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就是会利料的效果 大量饮用这些能够造成钙质的流失 亦是加重骨质疏松性的风险 还有吸烟 吸烟就是骨质疏松性危险的因子之一 吸烟是减缓造骨的细胞活性 降低血之中骨钙素的浓度 增加了骨细胞对抗钙激素的抗性 同时会增加舌骨细胞破坏 加速了骨质流失 根据研究显示 有吸烟习惯在停经后 婦女每年骨质流失增加了0.2% 如果吸烟发生骨折风险也是较高 60岁吸烟有骨折风险高1.17倍 70岁提高到1.41倍 80岁提高到1.71倍 90岁提高到2.08倍 显示吸烟越来的人年纪越大 吸烟对骨质疏松性的危险性越高 另外长期使用类固醇治疗也会增加骨质疏松性 还有淤酒 淤酒是骨质疏松症危险的因子之一 酒精可以对骨罗有直接毒性作用 会抑制造骨细胞活性 同时影响了钙质维他命D吸收和利用 加速了骨质流失速度 研究显示 淤酒对骨质疏松症的一般人 令他的指数高了2-3倍 而且淤酒者容易胖胖 饮食不均衡和有营养不足的问题 亦是导致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在此 好的习惯 正确地显示太阳 因为阳光对骨罗是很重要的 它帮助你增加维他命D3 但当然不要曝光 曝光也引起皮肤癌的风险 如果正常晒晒太阳的话 增加体内维他命D3的转化 一般情况下每天上午的10点 之前至下午2点 又或者下午2点之后 因为中午10点至2点 这些时间最好是听沙 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他说2点之后也可以 2点之后就是你 如果miss了直播的 那你便下街的时候 开着我的台一路走 Under the sun Under the sunshine 那你便可以一路听着一路曝太阳 他说手臂不需要塗防晒油 太阳油 他说曝太阳10至20分钟 不要曝霜 直油适当的日曝 人体自然会合成维他命D3 就帮助人体由腸道吸收到钙质 以避免骨盖合成不足 而导致骨质疏松症 另外一些好的习惯 譬如做一些有氧运动 伸展运动 负重 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去健身 譬如说拿一瓶一公升的水 或者你的水煲 你如果在厨房煮东西 你在炒菜的时候 另一只手你便举五下水煲 塞满水那些 你便举一下 但当然如果是滚的 你当然不要用滚的 已经暖了一些 举一下 或者举一下抗泉水一公升 一路炒菜一路可以举一下 不过这样 我又觉得你通常做运动 是要吸收新鲜空气的 不过如果你正在煮菜 可能有些炒菜在厨房 就不太健康了 你也是吃完饭 多谢朱莹 再次成为这个会员 另外就是运动 跑步 快走 慢跑 或者走樓梯 或者举重 或者跳跃也可以 跳跃也可以 或者踏上家一张椅子 你要小心不要滑脚 或者这样 然后踏下来 令到你有心跳 就已经可以了 或者你如果听到我把声 你有心跳的话 哈哈哈哈 真的不知丑 是不是 有没有人听到我把声心跳 好像刚才我看到有人留言 听到我把声心跳 没这回事 我想知道 哈哈哈哈 他说正确 補充这个钙片 因为人体内99%的钙质 都存在在骨落和牙齿里面 当血的钙离子浓度偏高的时候 就会将部分的血钙 存在骨头之中 当血液之中的钙离子浓度偏低的时候 身体所存在的骨落 钙质就会回收到血液之中 平衡到血钙的浓度 造成这个骨质 加速流失的钙质 所以在饮食之中 应该尽量摄取这个钙质 钙质的食物 等一下 你喜欢吃钙质的维他命 也可以的 好了 钙片 有些钙片 他说常见的钙片比较 这个碳酸钙 我估计是一粒维他命C 然后扔下去会变成 他说 含钙元素的比率是最高的 吸收率是较差的 适合随着的餐 使用碳酸钙 或者饭后胃酸分泌较多的时候服用 使用较高的剂量的时候 容易产生便秘的副作用 臨床的研究会显示 钙和尾的比例是2比1 能够提升钙质的吸收 和利用率 有效地帮助骨细胞对钙的吸收 或者利用 而且可以减低肾脏 和尿路系统的结石的风险 还有轮酸钙 轮酸钙容易令人嘔心和肚射 便秘或消化不良对腸胃是有副作用的 不适宜老人和肾脏功能较差的人使用 刚刚说的是轮酸钙 柠檬酸钙 柠檬酸钙的元素比率是最低的 吸收 但吸收率是最高的 服用这个 就是 炭酸钙的2-3倍以上的剂量 就能够达到每日建议钙的摄取量 柠檬酸钙的吸收率是比较好的 適合胃酸分泌较少 或者服用这个胃弱的人都可以使用 选购这个钙片的时候需要注意到是不是添加了维他命D3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 看个瓶子买钙片的时候 看看他有没有添加了维他命D3 可以帮助腸胃吸收钙更加好的 建议每日最好每次服用钙片是500毫克剂量 以最大的吸收限度 因为长度对于钙质的吸收来说 会随着剂量的负荷增加和减低 根据国际骨质疏症基金会建议 50岁以上的成人每日最少吸取钙质是1200毫升 和维他命D3的单位 更年期的妇女积极治疗 骨落变得越来越薄 女性在停经后 刺激素会急速下降 骨质疏松会急剧增加 而增加了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研究显示 亚尔蒙的补充疗法可以优先列为 用于防止停经后的妇女 去骨质疏松选择的药物之一 另外定期检查骨的密度 戒除吸烟饮酒的习惯 耐不耐做这些是OK的 高概的食物有什么呢?健康 有乳制类品 比如牛奶 煉奶 调味鱼 奶色 凍植物 鲜牛油 Yogurt How to eat 2-3杯鲜牛奶 足够成人一日所需的盖 好吗? OK 但是提示一下三高患者或者肥胖的人 选择低脂或脱脂的乳制食品 还有海产类 海产类就是含有钙质的海产类很多 还有豆制品、乳制品、饮品 还有含蓋丰富的蔬菜 另外就是豆制品 比如说豆腐、豆干味增 所以日本人每天都有味增汤 你可以将海藻加入味增汤 做饭前的汤菜 如果痛风患者或者尿酸较高的人 黄豆制品摄取量一定要控制 以免吃得太多 一个叫普林 在黄豆里面所含的东西会恶化病情 痛风病患者或者尿酸较高的人 另外蔬菜方面 有秋葵、高栗菜 还有木耳、香菇、芥蘭菜 这些都是高丐质的 还有芝麻 芝麻也是 OK 那先看看还有什么 OK 如果你说煮食那方面 你可以煮一个高丐的春卷 高丐春卷 有春卷皮 加点蛋、鸡肉 加点芝麻 一些高丽菜 切些豆腐皮 还有红萝卜 白丝 这些已经很棒了 对吧 OK 中医方面又如何 中医的肠胃健全 中医那些 就有杞子芝麻粥 这个是中医的 你喜欢杞子芝麻粥 就可以让你补到钙 还有神仙竹 有山药30克 时食30克 还有杯牙米 还有道仲 小茴香 你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而已 对吧 OK 看看 中医方面 我觉得也是刚才第一个题 最好的 汉方茶 杞子 加五味子 角六克 白糖适量 就可以一个健骨的汉方茶喝 OK 非常之好 洗了它之后 然后把杞子 五味子 角六克 然后有少少白糖 白糖适量 用滚水可以开 这个是保虚之音的 这些天气可以预防 骨质疏松 非常之好 我选择简单单 选择简单单的 因为选择太复杂的 你未必记得 好吗 喜欢吗 这个就是我送给大家的 那个是什么 生活八科 好吗 健康资讯 根据这个自然代謝期刊 在过去美国的脂肪肝 以酒精性肝炎为主 近年在美国发现 大约有30%脂肪肝是来自果糖 根据调查 美国的果糖消费较20年前 是增加上千倍以上 最新的研究证实 果糖和脂肪肝是有关联的 源自于过量的摄入果糖 导致的长度脂肪 增瓶 惡化 而产生里面的毒素血症 因为发现果糖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的加州大学 圣地牙哥分校的研究人员 进行了一个研究 以了解果糖如何导致脂肪肝的形成 可以将一个实验的白老鼠分为两组 总之去做这个实验 研究发现 喂食高果糖那组老鼠 很快出现肝脏脂肪变性和三酸金油脂增加 而这个粟米淀粉就没有 喂食六个月之后 高果糖那组的白老鼠 就已经出现了胰倒素、阻礦和脂肪性肝炎和肝纤维化 而喂食另外一组的食物 十二个月之后 高果糖的白老鼠肝脏肿瘤 比食肉米淀粉那组的白老鼠大三倍 肿瘤的负荷高十倍 而且白老鼠的结肠变短了 显示是已经发生了这个长度的占黏炎症 研究人员分析 老鼠如果食用大量的果糖进入了长度 被分解之后引起长度的内側膜 是应激和长度炎症的 使得长度屏障受损 在这个糞便里的细菌也进入了血液 进而发生了内毒素的血症 加速脂肪肝的形成 在早期果糖因为甜度是借糖的1.7倍 而且不经胰壮代謝 不容易刺激到的胰岛素分泌 升高血糖 对血糖的影响较少 曾经被当成糖尿病患者的糖类取代品 现在已经证明了果糖的伤害性很大 千万不要放太多 那专家的意见是什么 一个专家提醒 他说过去大家以为脂肪肝吃太多油 但是近年很多 尤其市面上很多首饶的饮品 就是你见买买买奶茶 那成痕了 发现就喜欢吃甜食 会造成血液之中的三酸甘油激增 引起脂肪肝的危险更加高 一些营养的专家也提醒 由于果糖溶在水 很容易应用在各式食物之中 而且保存期有较长 不容易腐坏 否则不止是水果才有果糖 各类型的穀物都可以制成果糖 但在现实最常见作为食品的添加味的甜味剂 但果糖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它的代謝途径和酒精是相同的 如果食用之后 没有被身体应用 便会很容易变成脂肪肝 而且现在几乎所有食物都含有果糖 不但大家想得到含糖 例如含糖的饮品、汽水、甜品等等 也连这个咸的食品或调味剂 譬如蕃茄酱、辣椒酱、柴鱼 食物添加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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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 了解自己吃多了多少糖 不过有叶界的梅界大爆这个果糖 容易引起脂肪肝 因此只添加天然的蔗糖 营养专家提醒 蔗糖虽然是较健康 但吃得过量仍然是伤身的 每天摄取糖类的热量不适宜超过每天摄取热量的5% 一天摄取糖不超过25g 即是说只有一杯首饶饮品 已经是给正常含量 正常含量就是50g 半糖就是25-30g 即是喝一杯的含糖类 已经超过整天摄取糖所需的份量 一定要注意 其实如果我总结 他说果糖尽量可以避免 而那些首饶饮品 一瓶已经超过每天所需的糖类 少喝为妙 避免喝这些果粮 而引起脂肪肝 又或者要消除脂肪肝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做一些带氧运动 去消耗多些热量 那你可以现在一路听着我的节目 就可以一路在屋里走来走去 或者拖一下地 抹一下屋 抹一下窗口小心一点 OK 那这个是其中我送给大家的生活百科健康资讯 接下来 好